前段时间,世界各国都在称赞中国,因为我国又迎来了一个重大突破,不仅使世界各国羡慕得红了眼,而且还镇敬了全世界,不仅如此,它还能把我国的海陆空交通枢纽遍布全国。 这到底是怎样一项工程呢?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 大家知道大运河有什么作用吗?根据我们的理解呢,运河就是人工开造出来的一条通航河道,要是从大的方面来说的话,运河是用来沟通地区与地区,或者就是水域之间用来进行水运的人工水道,而且它还与自然水道或者其他的运河相连接,那么它有什么意义呢? 运河可以用来灌溉农田,而且还可以用来分红,就是把一部分洪水引到别的地方去。 不仅如此,运河更是能够排除农田里面过多的积水,以防田地里面的农作物遭受烙害。 我国可是世界上最早开造运河的国家,金航大运河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吧,这可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了,还有位于埃及境内的苏伊士运河, 也是非常有名的大运河。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干越大运河,大家可能会感到非常陌生,这条大运河贯通了我国江西和广东两个地区。 在我国提出修建这条大运河工程报告的时候,世界各国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。 这到底是怎样一条大运河呢? 这就要从2012年的时候开始说起了。 在2012年的时候,对于江西省南部,也就是干南等原中央苏区的振兴发展这一方面,我国提出了非常多的提议。 而在这些提议中就包括了干越大运河的一些工程规划,以及研究报告的批示。 对于江西大家了解多少呢? 那里可是我国革命根据地的摇篮,对我国的革命事业有着非常大的贡献。 可是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,江西却因为省内的地形问题,给当地带来了非常严重的交通问题。 这就是江西的经济发展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。 再来看看与江西相连的广东,福建以及浙江等这些沿海地区。 他们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,江西与这些城市产生了很大的差距。 所以在近几年里,我国就一直注重着江西的经济发展。 关于干越大运河的开早,其实早在明代永乐年间,我国就已经有人提出这一想法了。 调取干江水和北江水来灌溉农田。 然后在近代的时候,民国的政府对这件事情只是有所提及。 而且还在建国方略中,对干越大运河的修建提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划。 可是在最后,因为种种原因却没有实施这一工程,于是就一直到了解放后。 江西省多次在水云网的规划中提到了关于干越大运河的开早。 从这也可以看出来,江西是非常希望马上修建这条大运河的。 然后国家交通部开始了对运河沿线进行勘查,以及关于这一项目的经济调查。 到了1961年的时候,我国首次提出了干越大运河初步规划的报告。 其实当时对于这条运河的设计,也仅仅只是有了初步的规划,就是一个大致的蓝图。 因为当时的技术以及经济都不是特别好,所以这一项目迟迟没有开展。 紧接着就到了近半个世纪的时候,干越大运河的开早又一次被我国提上了日程。 说到这里,大家会不会产生疑问,干越大运河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魔力? 在现在交通如此发达的情况下,还被我国认为是一项立国立民的大工程,是大家对它念念不忘呢? 接下来我们就先了解一下大运河的路线吧。 干越大运河的全长,共1301公里,北边连接着长江,而南边与珠江相连, 然后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连通起来,可以说它是长江水系连接珠江水系的国家交通大动脉。 向南的话,可以与广州连接起来,一直通到南海,往北的话就可以到江西湖口线, 然后再通过鄱阳湖出长江,就等于说是逆长江而上,上部可以到达岳湘与,甚至是更上游的长江流域。 而下部就可以到长江中游,然后与金航大运河相接。 在与金航大运河相通之后,进一步就能和淮河、黄河以及海河贯通。 到这一步之后,就又可以连通东海、黄海以及渤海。 在这路线中间,还途经了长江下游,以及江浙户等这些发达地区。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,干预大运河带来的经济效益将是非常巨大的。 这条运河一旦正常开工,既可以连接南北地区,又能够贯穿东西地区。 而且,从长江到珠三角的船,就可以从海运改为河运。 这样一来,还可以减少一千多公里的路程。 大家应该都知道,长江和珠江是我国最发达的两大水系。 要是这两大水系连接起来的话,那么就能够形成长江以南地区,南北向的水上交通大动脉。 而这样的水系网络一旦形成,不仅能够遍及大半个中国,还能给沿岸地区的人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。 之前江西有许多的工业生产,但都是开发当地的矿产杀石。 这样一来,就会对生态环境造成非常大的破坏,而且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不是特别好。 干越大运河一旦修建成功,就会给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。 这样的话,当地的经济就会得到非常好的发展。 其次,就来说一下生态环境的问题。 江西省属于我国的南方地区,这里的气候也是非常明显的。 在江西的夏天,下雨是非常频繁的事情,而且降水量还非常大。 虽然说雨水下的比较多,但是其实水分流失蒸发的也非常快。 所以说,江西境内河流的水量也是有时候多,有时候少。 农民在田地里工作的时候,主要会依靠这里流经的河流水,对农田进行灌溉生产, 那么就会产生一些问题。 对于用水量是无法保证的。 而干越大运河,一旦修通的话,那么就能够使用珠江流域的水进行灌溉。 但是,在这样一个立民工程的修建过程中,我国工程师们遇到的难题也不少。 比如说,在连通江西陶江和广东镇江的过程中,我们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 特别是在这两条江之间的分水岭,这才是让工程人们非常头疼的。 可以说,在这过程中,最主要的困难有三点。 第一个就是这两个地方的地理环境。 它们都处于山区,所以就会有非常大的地势落差。 这就导致我国的一些大型设备在这里无法大展身手。 第二点就是这两个地区水流量不大,而且大多数都是短浅的河流。 这样一来,那些大型船只就没有办法从这里通过。 如果想要再次开造运河的话,在保证船只安全行驶的前提下,才能进行河道的拓宽。 进一步加深河流的深度。 那么,这就联系到第三个问题了,就是这里的生态问题。 这两个地方本来就处于山区,水土流失就会非常严重。 这就使当地的生态环境变得十分脆弱。 如果在这里再次进行深挖的话,那么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更加巨大的。 我国的工程人们,为了能够使当地的经济效益和生态达到平衡, 他们多次进行了实地考察以及研究讨论, 然后决定选择出一条较为平缓的地势,而且工程量也比较适中的地方来进行修建。 其实这对于我们现在的技术来说,没有存在那么大的困难。 技术上的问题也都被解决了,那么大家是不是会想, 既然技术上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,为什么还迟迟没有修建呢? 其实,是因为对于干越大云河的修建,有的人一直都是反对的。 他们觉得会影响农业用水和生态环境,可能有些小伙伴就会奇怪了, 刚才上面明明是有利于农田灌溉的,为什么又反对呢? 因为修建运河的话,就需要在干江上修建船闸,用来拦截一定的水量, 而这样一来就会使湖水的水位下降,那么附近的农田就会受到影响。 生态环境方面,有部分人会认为大运河的修建, 会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水源有外流的现象。 然而在现在的情况下,我国在这方面的一些机制还不够完善,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,干越大运河的修建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, 仅仅只能够起到送水的作用,而不能够使权益得到保障, 那这就背离了我们要修建的初衷。 所以说,等到江西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,才可以考虑这个问题。 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,江西开始修建万安枢纽二线船长, 不仅如此,江西还在建设干江石虎塘,航电枢纽工程等多个工程, 一旦这些项目完成,那么就为干越大运河的贯通积累了条件。 经济年来,我国建造了非常多的工程, 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更加便利的生活条件。 世界上其他国家看到我国的飞速发展,自然是非常羡慕的, 这也说明了我国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, 而且相信在未来,我国也会更加强盛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 喜欢的话记得长按点赞, 大家还可以在评论区交流讨论。